我心目中的超市呢 是让消费者感受到幸福的超市 是让员工实现自我的超市 让我随时可以买到我想要买到的东西 在我自己的心目中 我觉得新鲜就代表了品质 在我眼中的新鲜是一种信赖 就是小时候外国的味道 我觉得新鲜其实就是时间 鲜这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时间概念 越短它就越鲜 京东平台上的产品 现在已经超过了600万个 我们实际上是从600万个产品里进行挑选 比如说一些供应链的支持 包括像产品更换的评测 其实我们都是要比传统超市更具有 很大的优势的 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 我们一定要到源头去 一定要到源头去 就是我看你这东西是怎么养出来 或者怎么捕捞 然后怎么一步步运到北京 我们是要整个来把控的 依托于京东强大的物流和供链的体系 我们减少了我们厚仓的比例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一部分成本来补贴到我们的商品上 我们消费者就能得到更加物美价廉的一个商品 我们的魔镜系统 它融合了京东的区块链的技术 然后我们会根据您的之前的一些购物习惯和您的行为 分析出来您可能想要去购买的商品 然后自动购物车会自动带您去到这个商品所在店里 陈列的位置 在七番二项目中 它融合了京东现有的所有技术团队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这个知会选址 它就应用了京东用户的一些行为 它的一些消费的一些数据 去精准地去分析出来一个区域 它大概的用户群体是哪些 这些用户群体它的购物习惯是什么 然后去帮助店面与营区做宣承 这个项目的设计 我们首先请的是国际上知名的一个设计团队 这个设计的中期也是非常长的 经验的 我们有时候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有一种感觉叫好可怕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叫好可怕 他说他进去以后 他控制不住他自己就要买东西 切不外是 京东五届零售多外赋能量的样板 京东新鲜从城内之初 我们就提出 实际上让中国的老百姓是好一点 我们做chip flash这件事情 能够让消费者 能够买到健康的新鲜的食材 能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欢乐 能够让中国的这些好的 来自全世界的优质的农产品 能够在中国卖得更好